哈喽大家好 今天给大家带来是华清这款 J590 EX Wi-Fi 6E主板的开箱 这个是产品包装的背面 这个是侧面 这个包装真的是非常的大 好的 首先这个就是主板本体了 这里面是配件盒 咱们来看一下 华清的贴纸 驱动光盘 明信片 两本说明书 这个是软件安装指南 这个是快速安装指南 然后呢 这个是M.2的红柱 M.2的螺丝 天线 Wi-Fi 6E的天线 SETA线 两包 好 然后这个是 估计是显卡的支架吧 魔术贴 扎带来的 又是天线 又是铜素 M.2的螺丝 我们先来看一下主板的背部 这里采用了不规则的设计 EX的logo 然后呢这边呢是IO挡板 行接过来的 一般来说 Wi-Fi蓝牙是放在这里的 而花清了 这次把它附在的主板的这边 然后呢通过两根线 接到这两根天线 这边快速给大家介绍一下 14项的供电设计 双8PIN的CPU供电 4条内存操槽 如果你是11代处理器的话 可以支持4800以上的 可以超频到4800以上 然后11代处理器的话 原生支持3200兆后的内存 10代处理器的话是2933 这款主板呢它支持10代和11代的处理器 这边呢有开关键和重启键 非常方便 这个是24PIN的主板主供电 那么呢这个是USB302 Gen2x2的 20G的Type-C的接口 还是非常快的 这个是USB302 Gen1的接口 这里还有个USB302 Gen1 也就是这是20G的速度 这个是5G的 这个是5G的 值得一提的是呢 11代处理器呢 它支持20条PCIe 4.0通道 也就是CPU直连出来 4条给第一条M.2 16条给第一个显卡插槽 这两个呢是直连CPU的 那么呢CPU和芯片组 这一条通信通道也升级成DMIx8 那么呢接下来这几个插槽呢 都是从芯片组分发出来的PCIe 3.0 也就是第二个和第三个M.2 还有这一条呢 都是PCIe 3.0 by 4的模式 都是从芯片组分发出来的 花线的PCIe的规则是这样的 假如你用了这第二条M.2 用的是SATA协议的固态 那么呢这个SATA1是不可以用的 如果你用了这个第三条的M.2的话 那么呢这个SATA15是不可以用的 也就是说我这里可以插一条固态 这里插一个显卡 这里再插一个固态 这里再插一个采集卡 这里再插一个固态 是可以的 可以同时使用的 咱们来看一下IO 两个USB2.0 PS2 WiFi6E的天线 HDMI2.0 还有DP1.4 这两个呢是USB302 Gen2的TypeA和TypeC 而这两个呢 则是USB302 Gen1的接口 那么呢这个是千兆网口 这个是2.5G的网口 然后这边就是音频部分了 刚忘了说这边还带蓝牙5.2 整体黑色的风格做工还是非常好的 那么呢我的11700K 后天就要到货了 后天到货了之后 就会上机再拍一点视频给大家来看一下 这边还有雷电4的插针 接着是雷电的AI系卡 好的 那么本期开箱到这里也就结束了 感谢大家的收看 喜欢的话不妨点个赞加开订阅哦 也别忘了点击订阅按钮 旁边的小铃铛 就可以第一时间收看最新的视频了 好的 那么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